好 主要各位觀眾 台灣的直籃有心血注入了 那麼他也看到說 今天台北台新戰神 是來舉辦了成軍的記者會 好 那麼現場是由總教練帶領 直下球員是紛紛的亮相 而當中呢 許多人注目的焦點 就是先前有傳出雙合約糾紛的林秉勝 在今天也是穿著0號球衣室亮相 我要先來聽一看 他們稍稍的訪問 每天的努力刻苦訓練吧 然後把自己就是隨時準備好 就是不管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就是隨時準備好自己 然後用球衣室的表現 讓大家知道我現在 是就是有隨時準備好 然後就是還是積極就是備戰 新賽季 好 那麼可以聽到呢 林秉勝是稍早表示呢 他對於雙合約的糾紛的爭議 他是閉口不談 不過呢 對於說有這個NBA資歷的 總教練帶領之下 他是非常的期待的 也是期待說呢 他可以在星球隊來發揮所長 好 那麼在這個星球隊當中呢 很多人關注的還有呢 啦啦隊也是正式的亮相了 好 那麼應援團團長呢 就是從這個職棒的啦啦隊 轉為直籃的Rena 還有呢 非常人氣的這個喜菜 也是成為了成員的之一 好 那麼呢 這一次的台北台新戰神呢 他們也是希望說呢 這個隊迷是可以把冠軍留在台北 成為台北的新戰神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期許呢 好 那麼呢 也是讓很多的球迷期盼呢 在新的賽季可以帶來佳績 好 以上目前找到最近狀況 誰鏡頭交還給Pone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